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开始的年轻时候学过音乐 是不是学过吹喇叭一类的 没有 没有,吹过啥 你也吹过,这小孩的时候 怪不得 就是你懂一些导弭米发烧 哦,对,学过 他学过 感觉他懂音律 他有音律的信息 就觉得好像懂一点 能看着他就是文艺的 有一点文艺碗在里面 懂一点碗 你没学过 就一点信息也没有里面 还真是 就听不出来 那个学里面没有 他就是一只的 一根的 看来这学这个职业也是有 学个不学还是不一样 只是个认知说 他就说你要应该坐在这儿 人家全家都在这儿坐着 为什么你不在家里坐 跑到山里坐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认知吧 但是你在家又说 你每天为什么坐在家里打坐 你不出去给他赚钱去 是吧 又是这样也就是 总会 总是不如 生活就是这样 你怎么也不能让他 他要不开心 他不是这儿坐着就执着在那儿了 所以你只能是说 但是问题是 你是个修行人 你不管他执着在那儿 你能不纠结 你这儿不纠结 他在这儿说 哭 然后你说 就这样 你不纠结吗 你不纠结就揪不住 我是揪了一场 比如说这些 都是很伤心的声音 你不要走啊 我是经理的 我是经理的 对 但是你说 有人在呼唤 有人在呼唤 内心的在呼唤 很迫切的在呼唤 就是你学历里面自己认为的东西 然后中间 我记得有一几根鞋 到最后你是没有生意的 就是 就觉得你一直在很巧的 在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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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呼唤自己的心啊 就是你别以为 卡住一点点 他里面好多东西 整个你的修行的路 全在那里面 一路走来 所有的心酸都结在那儿 你在散步念 我觉得悄悄 他没敢打到你 就是 你的声音 是跟着你学的心声 就是你的心声走到哪儿 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如果你的鞋需要做拨 我就做 你的心 你的心是很弱的时候 我的声音就很低 就是巧避 他就跟着跟着就通了 就是 嗯 他是呼应的 嗯 但是你这块已经好长时间了 那个那个筋 筋拉开 但是这块还是有点 没那么难受 慢慢会 还有后背会接的 但是后背这个是 就这一块 有一些 好几块 我一直想着 打车和慢慢慢慢 我也希望你打车 慢慢慢慢慢慢 他需要时间 他这个病态 反正你哪边碰上 能有外力帮忙呢 就帮了 不能碰不上就碰不上 他就不会有什么 你不是说 他最多的 你不在哪里 你会不会有什么 你的心情 你会去 我 你会去 你会去 你 你会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